這裡就是青山醫院 這裡有很多人 這裡有很多人的故事 而最知道這些人的故事 可能是這裡的醫生 他是曾凡光 他在這裡已經工作了十年 我從小到大都叫自己做一個 叫做大都會裡面的橫皮的小人物 在很多人眼中 精神病院是一個神秘怪異的地方 很多電影、小說 更將精神病院寫成一個 餓苦藏龍、高人鼻勢之所 而精神科醫生 更擁有透視他人心理的異能 在他面前,沒有人可以隱藏秘密 不過對於青山醫院高級醫生曾凡光來說 精神病院是一個人與人之間 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的人生教室 醫生和病人的身分也會經常兌換 你會不會認識每一個人 就算你自己外面接觸的朋友 或者普通人也好 你都會習慣了 首先看看這個人有什麼問題 或者會不會已經有這種心態 去跟人接觸 我希望… 我也是希望我自己… 就是當了每個人是一個病人 我真的希望自己有這個能力 是 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這樣去每一件事 每對著一個人都提高警覺去做 自己就很辛苦 辛苦也不要緊要 如果你有收穫的話 但是最不好 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會完全沒有辦法 跟人建立到一個友誼的關係 你可能會建立到的 就是一種醫生和病的關係 一種很冷靜的分析的關係 評估的關係就不是那種友情 你可能沒有辦法 分享到你的老友的那些東西 也沒有辦法去… 將你自己內心的感覺 告訴別人 分擔或者分享 我就是不喜歡的 所以我公子一搭正五碟 我就做回自己 是我行我素 做我喜歡做的事 無論是 街市買菜什麼都好 其實是不是因為這個工作 反而會令你覺得 做人不要那麼執著 反而應該是放開一點 這樣會開心一點 這樣就會是最正常的 會不會 這樣說也對 但反過來也對 可能我根本就是這一類人 所以進入了這行 有些醫生 例如他最初進入這行的時候 他是很緊張的 他的情緒有點不穩定 甚至就是很不可一世 覺得自己很厲害 但是你看著他在這個行業 一邊發展會變得平和了 他謙虛了很多 他也能夠諒解人 又或者他那些害羞 緊張也沒有了 我想他透過那個工作 他真的透過那個工作 他解決了自己的問題 其實有些人說 精神科這個行業 會吸引了一群在性格 或者心理上有一點問題的人 進來做 而這些人很多時候 透過這個行業 就治好自己的情況 甚至變得更加光輝燦爛 就像你剛才說 你自己也可能是這樣 我自己勉強說可能是 你知道我小時候 我很害羞嗎 我害羞到甚麼程度呢 我去搭小巴 上了車 我是不敢喊下車的 是嗎 那我會怎樣呢 到站也好 我會等有人喊我才跟著下車 然後可能走十幾二十分鐘 回到營那裡 那也挺大的問題 是呀 如果有時候被迫要喊 一喊完就臉紅了 很不舒服 心跳得很厲害 終於有一天發現害怕甚麼 第一次怕壞、怕雨 真的很害怕、很難受 但雨多幾次、壞多幾次的時候 根本就不多一回事 甚至是愛上了被人遭陣 你越害怕那樣 你就要令自己去面對它 你才有機會在面對過程中 學會怎樣去克服它 又或者在害怕的情況下 控制自己的情緒 可能無法克服 但你可以令自己不害怕 其實似精神科醫生 就不是精神科醫生 似精神科醫生那些醫生 是似精神科技 聽我自己說 他五時之前是醫生 五時後就是病人 是呀,我自己 你回來又一次告訴我 爸爸,原來學校是不可以說髒話的 那是甚麼事 你不記得了吧 即是肯定他是我的兒子 甚麼都不記得 他的魚的東西一定不記得 魚的東西不記得 你們第一次在游泳 有魚最新年 第一次在游泳 有做功課 有做功課 他可能好像放在水上 不是呀,搖搖搖,多六塊錢 他,我只記得他替我看獎 不是呀 他應該叫他很舊 叫他很舊 叫他很舊 叫他不下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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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裏有個醫生很麻煩 因為自己病 他永遠不看 不好意思,他去看醫生 絕對 他家裏沒有藥 其實家裏有個醫生就更慘 你是不會去醫 你的朋友或家人的 是 為甚麼 因為我熟悉他們的時候 我可能會對他們 有偏差的判斷 譬如我知道有些嚴重的病 我當然不想他有 變成我檢查的時候 我就會留了他,有意無意 變成留了一件很嚴重的事 對他不好 我又寧願找一個我的老友記 我信得過的 你給我看了他 他可以很客觀地來看 變成對那個朋友或親戚 就更加有利 就不需要自己誤他一生 很慘的 本港股市一開始就急跌 沒辦法就開1萬點關口 很多銀行門口都站滿緊張的股民 在97年銀行風暴後 那兩人 那個新正轉介過來 看採診的數字 真是增加了很多 多數是甚麼問題 大部分都是焦慮症和抑鬱症 我想真的壓力太大了 因為負資產, 大家很擔心失業 負資產的人有一部分 最大部分的人是財政陷入絕對的困難 他們沒有工作, 沒有入職 令到他們很慘 政府說要減一些綜援 又說要他們做義工的時候 有時候令到很多人非常沮喪 現在好一點 精神病人並不容易被外界接納 而他們對外界亦懷有疑心, 互不信任 因此有部分病人對醫生由信任變為依賴 甚至產生其他的幻想 所以醫生一定要很小心去維繫兩者之間的關係 如果處理得好, 當然有助患者康復 萬一處理得不適當 大家都會受到傷害 通常的做法我們就是 一開始我們已經講得很清楚 醫療的方法 讓他知道 就是有個結構的 比如每個星期只會見一次 比如你有什麼問題都好 比如你不開心 那些你應該想一下就是 找你的朋友和家人談 不是找我談 除非真的有些沒辦法解決的事 我才會破例會見你 或者是聽你的電話 否則我們都會集中在 盡量都沒有見過 在那個小事裏面 在那個小事裏面 一方面就是讓他知道 就是那個機構在幫助他 不是說機構裏面哪個人 特別的人在幫助他 亦都會增加我們的透明度 讓他慢慢知道我只是一個醫生 就不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人物 但你跟我說過 說你遇過一些病人 當你是兒子 就熬了湯給你 有… 但你是開心的 初初是不習慣的 原來去學習 被人喜歡都是要時間的 要多試幾次 才可以掌握到被人喜歡 其實都是一件很喜悅的事 就不需要抗拒他這樣 他這樣做的時候 我不會喝他的湯 我覺得就 因為喝他的湯 就是你那個醫生和病人的 那種關係 可能會改變了 在病人的眼中 就變成可能你是他的兒子 或者你是他很要好的朋友 這樣的時候 跟著下去 就會影響了那個治療的關係 所以處理的關係 要很小心 要去控制 對 又或者他明明很熱 也好說很冷 看到我有件西裝外套 放在那個椅子後面的時候 那我就不會讓他生氣的 我一定 我最多就是把他的胸條 調暖一點點 然後等一會兒 才再談 因為他希望超越一個界限 不止醫生和病人 但我們其實不應該讓他超越 要處理得很小心 然後就是要告訴他 他那個理體醫生 不是說去找一個朋友 這樣 會不會有些事 令你的情緒很大影響 或者對你的影響很大 瘦了70磅算不算 那也算 是什麼事 很大事 事業上不如意 例如我們進修考試 那時候考慶也會肥老 另外就是感情上的事 令頭疼痛 吃不久就睡不著 幾個月就瘦了幾十磅 瘦70磅很厲害 很厲害 但在那段期間 你對自己有沒有啟發 或者你會思想改變了 想法方式不同了 瘦了之後我對著鏡望 怎麼看都覺得瘦了 是英俊了很多 很正面去看 對 沒錯 從那時候開始覺得 任何事情發生 都可以有好有壞 只要你怎樣去看 你知道嗎 譬如很多事情發生了 有些事情根本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補救 我想對不起的人 可能也很少 遺憾的事情也不少 我猜 有些我還不知道 那些還沒計算 如果我每天都很計較的時候 就會很慘 或者反過來看 你做了這麼多壞事 你做了這麼多遺憾的事情 多一件有什麼所謂 就是有些無賴這樣的感覺 但是這樣就 你會很灑脫地去看 以前的事情 你怎樣痛苦 怎樣要生要死 都是這件事正在發生的時候 你是最難過 你過了之後算是什麼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選擇精神科這麼冷滿去讀呢 我想我有些傻子 為什麼會說呢 那時候也很有理想 不是表示現在沒有 現在的理想只是現實 不是說錯 就覺得沒有什麼人去做 嗯 就有兩個印象 令到我去做這科 就是我讀中學的時候 我跟過一個朋友來參觀青山醫院 我看到為什麼每個都是病人 那時候很少醫生 對著很多病人 一個醫生原來要看二百多個病人 那我就有個印象 第二次我讀醫科 我要做這一科 我有個這樣的想法 很單純 昂直青年 好了 那到入了醫學院 我們要來這裡實習兩個星期 的 問回那些同學 他們做完之後 每個都領頭就說 不要搞我了 我都是不要做精神科醫生 其實是否因為在那個年代 始終一來那個歧視會重一點 還有沒有那麼多人了解精神病的東西 你說得對的 那他其實真的 我想不認識這個最重要 那些人覺得這件事 跟我做手術啊 開藥啊 婦產科那些沒有那麼直接 就是一個醫學生 他精神科那個學習的時間 畢竟都是十個禮拜裡面的一半 那時候就認識不多 那我見到每個同學都選了那些這麼熱門的科 那我就選精神科 你們不做的事我就做 其實我開始去選 我不是很認識的 我肯定是一件事 我對人有興趣 就是幾八卦 說得衰些就是 好奇心很強 尤其是一些人的心理啊 各方面的事 我真的很想去知道的 嗯 謝謝 謝謝 我是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几年前的香港 不单精神科治疗设施不足 市民大众对精神病更缺乏认识 精神病患者受到歧视的情况 亦非常普遍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 印象深刻的故事就是 有一个住了十多年医院的病人 出不了院 很有心思打理他 把他的药教回合 转介他去做职业治疗等等 他慢慢好起上来 他出去找一份看僵做 出了几个月很开心 还买东西回来请病房的同事 和病人一起吃 很开心的 想着帮他申请中途宿 下次他可以出院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他太开心 他就说 其实我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的 即是跟外面的人说 是的 我其实有精神病的 就跟外人说 跟着到那个月 都未出粮 他的主观已经说 我出了那个月的粮给你 你不用上班了 他就很沮丧地回来了 好像做了一年多两年的事情 有时间都没有了 病人就悶悶不乐不再说话 不再想出去找工作 就觉得没有希望 后来他突然间跟我说 他也是要出去找工作 试一下 但是那次他出去之后 就没有回来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 我收到警察的一封信 就说他发现一具腐尸 就怀疑可能是那个病人 可能他太不开心自杀 我不知道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会在海边 那对你的影响大不大呢 影响可以很大 但是在哪里呢 我记得我哭了整三天 想起都会 那些眼泪会流出来 那我那次就是 不开心反而没那么强 我生气 我生气 为什么一个病人会痊愈 社会会不容纳他呢 精神病人能够康复 除了要接受治疗之外 家人和社区的关怀接纳 同样重要 歧视只会令病人的病情加深 譬如就是 最初呢 我们什么都不懂 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譬如会出一些小冊子 周围去一些学校那里 社区中心之旅呢 就去举办一些讲座 也都将一些精神不病康复者的病人 那些家属拿来 集在一起去举办讲座 去讲这些这样的知识 那后来呢 就进一步跟某些电台 电视合作 有一些短期的节目 医院也是 我们就正式成立了一个 精神健康教育委员会 来统筹医院的精神健康教育工作 开始有系统上轨道了 那我们就再进一步 就将一些更多的小冊子制造出来 例如近几年 我们将一些精神健康教育资讯上了网 所以你去青山医院那个网页 就看到我们很多做 我们的同事很辛苦做出来的东西 曾凡光和一班精神健康教育工作者 努力十年 今天亦已见成果 市民不单修炼其事的目光 更交出爱心与关怀 例如这几年我们很明显看到 越来越多病人 他看到自己不妥 主动要来看精神科 第二就是你看到 其实中途宿舍一直都开一间 开一间的 反对的声音没了 你看到就是社会真的开放了 歧视可能还有在书 但是比起十几年前已经差很远 就是我们有不少的病人 譬如他出院之后 就算他固子明知他是我们的病人 都会请他 都会请的 其实都值得开座 是的 甚至有些僱主就说 他比起其他的伙计更努力 我想这件事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为那个社会开始 对精神病科学者多一个接受 和一种关怀 对 我画得一直是一件很辛苦的 在這裡抱著畫布放鬥 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畫畫不是令我減少壓力 相反而是畫布對我私階的壓力 在工作上他是曾醫生 生活上他是一名畫家 朋友都叫他King Kong 曾帆光跟隨香港著名畫家陳如生先生 集畫已經五年 並曾經代表香港多次參加國際性的畫展 有一點走火入魔,我覺得是 但他又會把自己釋放出來 在畫面,整個佈局、色彩運用 我覺得都是好的 我認為是一個性情中人 磨女即情是性情中人 即是對人的生命有感覺那種人 如果你對人的生命沒有感覺 做甚麼藝術家 你明白嗎? 真的,這件事 找來講,藝術就是表達自己的情緒 你覺得是對的 你覺得是對的 很壞的學生 這個學生挺好的 有空拿酒來校敬我 這是好學生 好學生和壞學生的定義 我教別人 那些好學生和壞學生很清楚 好學生,交了學費不上課的 是好學生 交了學費死奶不死的 就是壞學生 這個屬於壞學生 不交學費也繼續上課 不是壞學生 樂觀一點 那就沒那麼辛苦 就是你樂觀 不是表示你不需要面對困難 困難在這裏 你是逃不掉的 於是這樣就不如面對它 解決它 解決不了坐在這裡休息 是不是你教你的病人都是這樣